大家好 每次我教完一个学生 我其实内心总是会有一些感触 为什么 其实因为学生本来就跟我时间少 最主要的还有一点 就是说 其实学习教学 他只是一个阶段 当这学习阶段结束的时候 另外一个阶段就要出现了 那个就是所谓的实证的一个路线 实证往往会让你学到更多 像我有个学生他一边学 一边就在帮人家批你 他越批越有信心 可是他也慢慢逐渐的去知道他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例如他批了一个命 他批这一个人说他破财 可是实际上对方说 我不是要问破财 我是要问感情的 问婚姻的 结果他在转过去 不看他的官的时候 他又发现到 跟他的官又没有受伤 怎么会这样 他就一头雾水的来问我 那时候我就跟他 那时候碰到了 就跟他讲 是不是当下你很紧张 他说对 我忙了 为什么 他批命错了 他批命错了 然后他原本很有信心批错了 自然而然他就遭受打击 然后会变得心情紧张 那心情紧张的时候 一个简单的八字就全部不会看了 他就全部不会看了 他给我看的时候就说 这么简单 这个是乳授克而已 他到最后 对 为什么这个就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就是怎样 在实物批命上 实物批命上会碰到的问题 这一些都不是纸上寒冰 所以这个学生就跟我讲说 老师 纸上寒冰跟实证 我还要完全全两回事 我说对 第一个 你的批命经验 对不对 你没有批命经验 你要大量大量的吸收这一些经验 所以来讲的话 我教你的东西是学术 你已经有了这些技术了以后 问题你没有使用他的经验 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去练习 你使用这一门学术 开始大量累积的你的一些经验 然后 你在批命的时候 你知道他出现了哪方面的八字组合 然后对方会跟你讲 这个组合对他而言是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那问题很多 有商官客官 有的是婚姻的问题 有的是工作的问题 有的是小孩的问题 很多 很多 所以以你来讲 你要不断不断 你没有碰过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组合还有什么样的解释 所以我有跟他讲 就跟学生讲 就是说 其实我有两个大学的学生 这两个大学的学生 其实我也有跟他们讲过 说你不是批不准 是因为你太年轻 你的社会历练还不够 你接触的事情还不够 所以某一些事情你批得出来 但是你会讲得不到位 我有一个学生 就是那个大学的学生 他就有一次来找我 他就跟我讲 老师 我去大陆实习的时候 结果 一个40几岁的中年妇女 知道他会算八字 然后来问他 中年妇女结婚了 结果他说他在外面还有喜欢的人 该怎么办 他只是一个20出头的小朋友 他会知道该怎么办吗 对不对 结果他没有历练过 他的生活经验还不到那里 我就笑一笑 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跟他笑一笑 你的生活历练到了 你自然 你把他当做是一个经验 这样就好了 以后你就会 所以 第一个 生活的历练 他不会是假的 你的生活 你有接触过 你自然就有办法解释 你没有接触过 再怎么乱掰 那也掰不出来 就算让你掰出来了 大家也都知道了 要不要胡说八道了 所以你的一个实证就是去吸收客人跟你讲他的所发生的问题 这个八字组合 破财破关破硬的这个组合 在他身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让你去慢慢的吸收 同样的组合 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当你批了100个 你有100个客人的经验了 你也大致上都知道破财会产生什么现象 破关会产生什么现象 这一切都是客人跟你讲的 因为客人他们都会跟你讲 他是 对啊 我工作 你说我工作不好 我工作是怎样怎样 你就知道破关是跟工作有关 所以你慢慢的会去了解各个八字组合 他的一个内涵意义 当你批了100个200个以后 你有这么多的别人的经验了以后 下一个来的时候 各位 他当然就只有他自己的生命旅程 可是你身上已经有两三百个人的经验了 你很自然的就会看到这个八字 这个是要问什么 是哪方面的问题 就很容易会抽取出来 所以在八字里面 是不是实战派的跟只是单纯学术的会差很多 实战派的 他知道对方的重点是什么 因为他是靠实物经验 这样子批命 批命一直累积起来的 所以他不太跟你讲什么大道理 他一看就说你这是怎样 而你想要当到这一种的时候 你的实证 你的实物历励一定很重要 因为你必须要大量的去知道说 这所有的组合里面 这种八字组合里 他到底含义是什么 你要知道 因为毕竟来讲 你可能就只有看书里 破财就财运不好 可是破财有很多种状况 不仅仅就只有财运不好而已 有很多 生活上有太多太多的情况都跟破财有关 例如情绪控管很差 他也是一个破财 EQ很差 家暴事件 这些都算是破财的一个现象 但是你要碰到 你才知道 书上没跟你讲 对不对 所以当你碰到了 你做了一些归纳以后 你已经知道破财有什么意义 什么意义 什么这些都是客人教你的 下一次你在碰到破财的时候 你就会把这一些客人教你的东西 就拿出来跟客人讲 那不是你的经验 命理师厉害的是 把别人的经验 当做自己的经验 可以拿出去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 实证 你是要去找出这一些八字的内容架构 赶快把它填满 不然的话你就只有技术 你就只有骨 没有肉 所以说你在实证是在填补那一个肉 再来是什么 你在批命当中 你会知道你哪方面不懂 什么叫哪方面的不懂 今天 就像我那个年轻的学生 人家问他的 中年妇女问他 哎呀 婚姻上怎么办 他不知道 他当然不知道 他连结婚都没有 哪里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你已经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哎呀 这个客人的问题 我没办法帮他解决 我对这方面的知识有所欠缺 所以 第二个 你就会去吸收该方面的知识 所以身为一个命理师 其实跟业务一样 多方的去吸收一些知识 不要以为就只有命理而已 社会的这一些 像这个的话 婚姻上我不懂吗 我就去多看看这方面的书 他们有没有讲到 外遇会怎么样 感情上碰到了 然后 夫妻间的相处状况 这一些是不是都要了解 所以你了解 你这一边不会的时候 你就要去吸收这方面的知识 就像我学生跟我讲 那个我一定 我差不多要去摸一下股票 我说为什么 客人问我该投资什么 结果他妈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怎么跟他建议 所以我要去认识 股票这方面的讯息 到底是怎样 然后以后跟客人 我就可以碰到了 我就有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再去跟他讲 他不是要去操作股票 而是他要认识这方面的一个知识 所以其实在实证里面 他就会有这两部分 第一个让你了解 各个组合的意义有什么 让你的 就是说 透过客人 让你更了解八字的一个含义是什么 第二个 当你在批命的时候 你一定会遇到不懂的东西 赶快去接收这方面的知识 你这一次不懂 下一次碰到了 你自然就懂了 你就有办法跟人家讲 所以一个命理师来讲 他不是单纯的 就只是在八字学理上打转 命的风水学理上打转 其实他还有各个方面 他跟一个业务员一样 各个方面都要或多或少 懂一点 所以来讲 在学八字 你在实证批命的时候 当你发现到有这一方面 你不懂的 赶快去吸收学习 表示说 你身为一个命理师 你还没到一个全方位 了不要解 你还没到一个全方位 也就是最少玩 你说那些大老板 那不用讲 他只需要你的专业 你也不用跟他讲说要怎么经商 你只要跟他讲方向 他自然就会去处理了 但是一般人不是 一般人不是 像是有一些 老师我要怎么去追女朋友 对不对 八字命理有跟你讲要怎么追 当然没有 你就要去找这相关的资料来吸收 跟他建议有什么方法 什么方法 这一些都是 了不了解 所以一个命理师 他还是要时时刻刻的去吸收 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但是你可能刚开始不知道 你不懂什么 你就透过实证 然后让客人来帮助你 对 这个我不会 我就来去看看这方面的书 来加强我这方面的学术 知识 下一次客人问到了 我自然就会回答他 所以学命理不是单单就只有甲乙丙丁物己 更心任魁 他各个方面的 人家问你 老师 财运怎么办 你要会投资理财 这一方面的知识你要有 对不对 然后他假如问你 桃花怎么办 你要跟他讲 两人之间要怎么相处 这一些都是要学习的 这一些都不是命理本身的东西 而是客人本身就会问你这一些东西 你平常没有这方面的资讯 你当然没办法回应他 所以要透过实证的一个方式 去了解你真正懂的是哪些 哪些还不懂 所以实证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 当然还有客人的进退应对 这一些都是要透过实证 你才有办法去学会的 透过实证你才有办法去学会 不可能 就在那边闭门造居 什么都会出来 你有你以为你是什么天才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说各位 学完命理的时候 学完八字的时候 请你走出去实证这一块 他一定会让你成长的更多 他一定会让你成长的更多 一个厉害的命理师 绝对不可能是从头都没有批过任何人 他一个他会这么厉害 一定有实证过很多很多的案例 当中有成功的 也有失败的 到最后他的经验总和 哪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哪方面会是比较容易失败的 这一些都不会是凭空捏造的 也不会是想出来的 都必须透过实际的去操作才有可能 所以各位 学了命理以后 尤其我的学生 请大胆的出去帮人批命 从批命中再去学习更深入的知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永远再见 拜拜